嗨大家好,我是Kenny23,那我們繼續來玩76,那這一次呢 大白天也不錯,然後我就在想說 這邊好像有三套動力裝甲 我想把房子蓋在附近是我想刷龍耳核心,比較方便這樣 然後這邊的礦我也覺得不錯,那上次因為BUG原因呢,我沒有佔領這邊 那有人說我有沒有去特別練等級 我沒有特別練等級,我幾乎你可以看到我影片殺怪的時候 他會跳經驗值跟那個等級 我最近有去瞭解一下PVP 我爸說他那天走到一個地方 走到這裡嘛,這邊也有一個工坊,然後 他和平模式是我開起來的,所以我知道,他進去的時候呢 他被人家打,好,那很正常 可是唯一我覺得很奇怪就是,那一位玩家正當防衛 他變通緝犯,正當防衛捏 他守了他的點,然後我爸入侵 他玩到九層的時候,他跟我說什麼好餓 又渴又餓又生病,快玩不下去 這個我沒有想佔領,我等一下想換飾武器我想佔領這個 這個,我想佔領別的,那等一下再換就好 像我爸前幾天就有收到高手就是 他就送我爸那個76衣服 可以製作有抗性的76衣服 所以我就想說有一天,我的衣服 我就可以重新做了 那我想在這邊先休養一下 對,休養一下 這就是我覺得很奇怪的地方,真的我之前 去監獄的時候我也覺得怪怪的 明明刀就砍下去了,然後低刀無敵這樣 這個也是啊,超莫名奇妙的 這個更扯,你如果 偷人家工房的東西對不對 那你偷人家東西你就馬上變轟人 我現在不小心把手榴彈按下去了 我就不曉得要怎麼取消 你知道 我剛才測試說 為什麼他丟手榴彈的動作會有點 不太一樣,是不是因為我拿槍的關係 有玩家喔 新手應該很缺水吧 然後 這些都給他沒關係 好,就這樣啦 他有看到嗎 我是不曉得他有沒有缺彈藥 然後 這個也給他好了 這個剛剛拿到是不是 他再一等就可以用了 手撫他也可以用 然後 地雷給他沒關係 高爾夫就要讓他拆掉 我身上垃圾不是很多 火藥都給他好了 毒桶子 毒桶子送你好了 點308 點308有這麼多發 夭壽 我看我給你 這樣好了 200多 然後 然後 點308我真的還蠻少用的 痾 我猜他一定會比較常用到 因為一開始我實驗也拿蠻多的 然後這個 這個是我做好玩的 對 因為垃圾太多 我把它做一做 好啦 那我要換伺服器囉 這邊的變種人真的也不是很強 我真的以前覺得我打成超克難的 不曉得在克難什麼 爆掉 我的腳快爆掉沒有錯 現在元氣大傷一定要去休養一次喔 那一方面要準備資源 是一方面是遇到那個 核彈 隨時會有玩家把核彈 炸落 那你進去的話你 資源一定要夠 你資源不夠的話你進去那邊 你很容易趴你知道嗎 NICE 現在是我的 我在想要不要蓋這個 這個是我打那個的 然後 好也可以啊 沒有我只是想把炮台加在上面 就是肥料挖掘機 雲礦 鐵礦 垃圾 喔那最好的 我是比較喜歡垃圾 鋁礦的話在這邊 鋁礦其實倒是不缺 還蠻輕鬆啦 只有一波而已 對 我覺得這邊算好防啊 因為 有些怪有些地方 像那個 紅火箭休息站這種很大的 不好防禦 我看很少人去佔領那邊 我看很少人去佔領那邊 可是我覺得每次 看他打一發 Reload那種 那個feel真的是 很 很讚 他生怪的機制就是說 這個地區 有多少玩家 強度 呃 玩家等級有多少 怪物就隨著那個 去做一個調整 然後我之前 剛到世界之天 在那邊 閒逛的時候 那邊都會有四五隻幾等的 玩家 那 如果他們全部都不在 我也是要打那種 四幾等 如果他們在的話 就會出那六十幾等 我們已經到這邊是 WV伐木公司 哇這木頭真的是很屌 這可以撿吧 沒有錯吧 不能 這邊變種人真的是歡樂變種人 哎呀可惡啊 沒有出 今天至少殺了四十隻了吧 我看一下 這把槍真的超耐用的 點點點是什麼 以前我是 蓋在那個挖千礦的地方 那現在 突然很缺你知道嗎 他這樣一直搬來搬去也不 被打爆了 然後 欸對喔 我沒有給他發電吧 欸有 應該是爆掉了 這是我們農場早上的樣子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要去那個 旁邊那一棟小屋 我不知道他的動力凱甲升好了 喔有欸 喔有欸 哇T60喔 呃也是OK 通常我會這樣子喔就是 你一定要把剛剛那幾個裝備裝在這個骨架上面 不然你一個一個 拆下來放你身上太重 那這個我先把他掉然後 這個先給他盯上去 然後他會說不能回收 但是沒有關係你就 然後 一段時間之後他就自己跑回來了 要怎麼送人家 骨架還有裝備 我不知道怎麼弄的 阿他是不是直接按丟掉 喔喔喔喔 直接按丟掉 那我了解 你之前沒有按過這個 我可以在這邊休養了真的 好啦那 休禮看看我這一台好了 我覺得休禮費真的是蠻昂貴的 等你到時候會自己做那個動力裝甲的機台的時候你把你的骨架放在那邊你就可以用那個 你的工坊裡面的資源去修理他 是可以塗裝 300多年紀念 但是需要塑膠倒是沒有關係 帥喔 掠奪者就是沒辦法 給他看一下 1776 2076 T51B他還有一個是那個 可樂的 可樂塗裝 其實我很喜歡 上帝光嗎還是什麼 可是我會比較喜歡開起來 1 喔在這裡喔 OK 我爆掉是 看一下我先跟他換一下東西 我是左腳我是右腿爆掉 加減用啊加減用 1 該看這裡好不好 這邊我剛剛走上去已經不行 然後這邊還有個強酸 然後這邊還有廢油 我第一次看到 然後這邊又離那個三個地方又很近 然後這邊又離那個三個地方又很近 這樣要18OK全部蓋 一個給他頂在上面好了 雖然很 很醜沒關係 那再來就是防禦了 突然覺得 木屋蓋久了蓋水泥的突然有點不習慣 為什麼他不給我 對啊 Shit 喔 啊這蓋歪了 不曉得我就覺得好看 先蓋這樣 蠻簡便的這樣 然後怪物應該是上不來吧 地基有點高 他好像怪物都會卡卡 這樣就可以了齁 他就通電了 然後 其實我蓋後面我發現我 我這一次蓋的有點太窄了我覺得 2乘2會比較 我覺得 4乘1的我覺得有點 太窄了一點 我想說沒關係 既然蓋了就蓋了 如果有時候我幫他來我家的話我就是 蓋兩個烤肉的地方 好棒喔 這樣好了我們把牆壁打掉好了 比較不會那個的感覺 太 比較不會太窄 這留著沒有關係 對我覺得這樣好了 退休的掠奪者 他差兩隻腳 好到時候收集給他好了 退休的採討 退休日 啊 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 好 好啦,這個是我的營地的樣子 白天的樣子,然後 菜也可以收成 照這個天氣也蠻適合拍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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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